在這個地方我也帶來郭先生給大家的問候 因為大家知道他沒辦法給大家像往年一樣的 帶來這個問候 給大家做個直播 跟大家聊一聊 那今年在這個情況下只能說 帶給大家簡短的幾句話 一個是祝大家所有的戰友 包括美國 包括全世界的戰友感恩節快樂 第二個就是希望大家能真正的懂得感恩 就懂得我們為什麼要去感恩 我們怎麼去感恩 我們感恩哪些人 我們感恩哪些事 這個是祂的最希望在感恩節的時候能去好好想一想 我覺得對我們來說很重要 因為我們過去很多 尤其在大陸的教育的毒害 我們很多人是不懂得感恩 不知道我們應該感恩誰 不知道怎麼去感恩 不知道為什麼要去感恩 所以說這個都是過去的毒害 我們心中良好人一定要知道 我們對過去所有的 哪怕曾經傷害過我們的人 郭先生也說了 我們都要去感恩 因為是他們讓我們成長 讓我們成熟 所以說我在這個地方就帶給大家一點信息 好的 謝謝雅哥